為什麼民眾好得到幾天的部分,那委員手上的資料比較多 這部分其實方案局所有這個主要計畫跟市部計畫的各種公展的計畫書 都是在網站上可以公民中下載的 那我們送給都委會的部分的資料也是這樣 那為什麼委員手上比較多的部分是因為在公展之後,公民會之後呢 有陸陸續續很多的公民團體都跟都委會來這邊做情景 所以呢委員會會把所有的意見做一個會集 那也會列策很多的委員參考 那此外呢,因為我們今天的會議不是只有討論廣州國外院這個天更案而已 還包含其他案子,所以委員手上是比較多的 這個是資訊的部分,那第二個是提到商業區的部分 事實上其實我們在95年規法的時候,商業區就不是 它的那個化石的目的呢,除了藝術設斧用地的財源之外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用途就是提供領旅性的商業區的這個設施的秘書 因為事實上其實我們在廣州邊的這個地區,基本上它幾乎都是自宅的 都沒有商業區 那這邊的商業使用的幾乎都是占據這個地區的這個向道 那環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它有這樣的功能 那此外呢,雖然我們現在不採BOT的方式做開批 但是我們社會福利設施包含我們供應自宅的新建 還是需要財的,還是需要來供應自宅的 然後這個第三點,提到這個量體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這個供應自宅的部分有包含市議員 還有就是有秘書有提到說 為什麼101年的時候沒有考慮到這個供應自宅的基地 那為什麼到102年才考慮 那這個部分基本上在101年市府環點 手中可以運用的這個公有土地的資源來興建供應自宅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廣告它還沒有吐銷這個地上學 那是到102年它才吐銷 那也因為102年吐銷之後呢 所以市政府102年也開始思考說這個基地呢 它可以來做供應自宅 那事實上呢,其實市政府在思考供應自宅的這個儲備的基地 不是只有考慮到廣告 包含空總的這個部分呢,其實也是考慮了基地的基地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因為空總未來的這個開報案 還沒有定案,所以並不是像剛剛有民眾提到說 因為是人愛地保的犯罪或死的 因為那個的確都還延遲過的 那除了公有土地 我們基本上是希望能夠盡量發揮它的這個 使用的這個效能之外呢 其實台北市政府現在很陸陸續續的 其他的這個都市更新案 或是一些有跟民眾有合作的這個開報案 我們也希望透過民眾自認的土地 能夠提供做公益素來大值的使用 然後再來是提到說這個量體的部分 就是有民眾質疑說,新一路2段 新一路3段的這個樓高才20層樓 然後為什麼這邊把這個民間的路寬比較小 要停,反而會蓋到30層樓這個部分 基本上我可能要跟委員做一個澄清 我們現在其實樓高的關鍵是 以至於這個兼幣率跟容積率 那在新一路的1段、2段、3段到4段 基本上它沿街的這個都是路線商業區 它的容積率是630% 所以如果它再加計它的這個更新獎勵 或者是這個容積移路好的這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其實新一路2段、3段 它的獎勵後的容積率達到上千 破千的這個狀況 那至於它會蓋20層樓30層樓 它這幾率到底是胖一點、蓋矮一點 還是瘦一點、蓋高一點 那我們這個基地的這個部分呢 它目前的這個現況的這個法定容積率是200億 可是在95年變更為這個社會福利用地之前 它原來的機關用地是400% 那我們現在是希望能夠回復到原來這個基地的這個 機關用地變更之前的這個數字是400% 那後續因為它的增幣率是40 40的增幣率跟40的400的容積率 所以恐怕這樣算下來應該還是不會有到30層樓 除非說完全集中就是幾概大移動 但是我想我們可能還是不會有這樣的規劃設計 那這個部分另外呢 在建築配置的時候還是會考慮到老樹 還有就是周邊的基地相關的日照、通風、採光 這些建築技術規則的規範也都必須要做遵守 然後最後一個部分是提到說有關停車的部分 事實上其實在1915年做規範的時候 就已經做對這個地區的機車重許的這個差額做檢討 那大概缺口大概是400個左右 所以那個時候才會希望在公園用地下面去提供一個 500個汽車跟500個機車 但是現在再重新思考的部分呢 我們在這次有彈性去做調整是說 誒這個500個汽車跟500個機車 未必一定是要放在公園的地上 因為有可能公園是用不開挖的方式 讓自己的樹木可以生長得更深淡 那把這樣子的一個這個停車的需求 放到社府的下面或是商業的下面 但是這個部分呢 只是在計畫書裡面增加它的材質 就是實際上設置的這個數量 跟設置的這個區位呢 是我們未來這個實際開放的情形而定 以上把你們先做 好 謝謝 其他各局還沒有要補充呢 若沒有我們現在就請各位委員發言 好 很抱歉 來